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配色变为了乌克兰国旗的黄蓝色 他配文称 只要需要 他们就站在一起 而T称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罗瓦注意到 乌外交官发布的这一图片朝方称 这是乌克兰的新国旗 反映了基辅在与美国关系中的从属地位 这件事我们说了很多年 但没人相信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祝贺 世界上最复杂的关系之一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月21日 突访华盛顿的消息传出后 一些西方媒体似乎陷入了狂欢 有的用具有历史性意义来形容此法 有的甚至将泽连斯基于80多年前 作为战事领导人 到访美国的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做对比 但也有外媒注意到 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拜登之间 不仅有微笑 握手 赞扬 也有掩盖不住的分歧 正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所称 对外彰显统一战线的美国关系 具有复杂性 尽管美国政府21日宣布 向乌克兰提供包括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 在内的新一批安全援助 但泽连斯基继续要求美国运送更多先进武器 对此 拜登的回应显得漫不经心 然而 就在泽连斯基与拜登举行会谈前夕 俄总统普京发表讲话 称特别军事行动的任务会完成 并表示要继续建设俄罗斯三位一体和威慑体系 并使其现代化 俄报纸报引述政治学家达尼林的分析说 俄罗斯人能从普京的讲话中听到他的决心 普京强调了确保国家安全的必要性 这意味着俄特别军事行动将继续实施 俄罗斯人能从北京的设计